在台湾的捷运里不能吃东西喝饮料或者脚口香烫 每个捷运站都有干净的厕所 而且还有董事马桶 如果你们丢了捷运票 这是票吗? 你们就补出了捷运站 现在捷运甚至可以直接到集场了 外国人第一次在台湾做捷运的时候都会震惊 因为这些对你们来说都是很平常的 但对我们外国人来说却非常惺奇和令人赞叹 请问你们有没有好奇 还有什么会让外国人对台湾接用感到惊讶吗? 那么祝你们收看愉快 对,在开始之前 如果你们感兴趣 并且不想错过我的下个影片 我非常欢迎你们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和Instagram 在台湾的捷运 每一个捷运站都有厕所 而且最棒的是 这些厕所都非常干净 会点击清洁 里面还有维生纸、肥皂和纸巾 这真的让我很震惊 因为在我们的国家 捷运里根本没有厕所 还有进入厕所的时候 会有显示器告诉你哪些厕所是空的 哪些是掌用的 这样真的很方便 那在厕所里 我惊讶的是有两种马桶 一般的马桶和坐式马桶 在来台湾之前 我从来没有见过坐式马桶 它在亚洲非常受欢迎 虽然一开始我觉得不习惯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开始欣赏他们的方面和威慎 狗票的时候 对,这不是真正台湾借用的票 所以狗票的时候 抛价是根据行事的举例来决定的 这让我支付系统变得公平又尽力 例如,如果你只做一账 票价会很便宜 而如果是长途 票价就会提高 那,使用easyguard真的很方便 可以在任何一个账轻松重置 它不仅能支付车费 还可以在闪电购物 也可以在其他交通工具上使用 进入捷运的时候 必须保留这个票 直到结束旅行 这对我来说很不习惯 因为在我们的国家 没有这样的规定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 不知道怎么从捷运出来 帐门管着 我不知道要用票才能打开 所以我观察其他乘客 看到他们把车票走进闸门 这样我才了解该怎么做 这个简单的柜子 帮助维持系统的秩序 实际上也很合理有方便 在月台上有划好的线 告诉你在哪里排队 等候进入车向 而且最有趣的是 大家真的都会按着这些线账号 没有人会推机或者抢线 这让整个环境看起来很有仔细 也很文明 而且很多站都有玻璃隔棒 隔开月台和轨道 这是非常好的安全措施 因为我常常听到 有人不小心掉到轨道上 在台湾我没有听到这样的消息 这全都要归功于这些隔棒 在台北捷运里 不可以吃东西和饮料或嚼口香烫 而且大家都总受这个规定 我对这个规定感到非常惊讶和欣赏 这真的太好了 因为这样能保持捷运的感情 让大家都能愉快的使用 台湾的捷运真的很舒适很干净 没有那些不好的气味 在我们的国家 如果做捷运一小时 学生们肯定会吃巧克力 喝果汁 有时候甚至有人喝啤酒 那有时候 还会把那个啤酒罐子放在地上 结果掉了 啤酒撒到处都是 味道真的很不好 而在台湾的捷运里 没有人吃东西或喝饮料 这样就传造了舒适的环境给所有乘客 台湾的捷运 对于推着银二车的人 圣战人士和老年人非常友善 我真的很惊讶 台湾的捷运对每个人都能方便 每一站都有干净的有好用的点梯 让人走路更轻松 车厢里也有为老年人和圣战人士 准备的转用座位 让他们能随时的乘车 这个规定让我真的很惊讶 即使车厢里有空位 没有人会坐在这些座位上 除非他们属于这些类别 在台湾人们非常有意识 会总受这些规定 这创造了关心和互助的氛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显示出台湾对使命的旅客的关心 现在台湾的捷运可以直接到机场 这对所有旅客来说都是个好消息 那条直到机场的捷运线 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也很多钱 让赶到台湾或准备离开的方便多了 这比其他交通工具更方便更快速 我非常想在下次回到台湾的时候 大长折掉线 甚至体验这种便利 还有如果外面下雨 在节运里可以拿到水雨伞的袋子 通常当你带着水雨伞的时候 不知道要把它放哪里 雨水会滴下来 而在节运车县里不想弄水其他人 在台湾有专门的袋子 这真的是个绝妙的主意 你可以把雨伞放进入口的袋子里 然后轻松的走开 这样以来所有的东西都保持干燥和干净 你也不需要担心对自己和周围人的不便 现在在台湾的经营出口可以做雨伞 可惜的是 当这个服务推出时 我已经不在台湾了 但我很想在下次尝试 做雨伞真的是个好主意 尤其在雨季 这样以来 如果遇到小雨 生活就简单多了 这又是台湾周到服务的另一个例子 那如果你有兴趣了解 我在台湾生活一年后的改变 以及我的父母对此的看法 欢迎观看最短影片 那如果你想知道 在台湾还有什么让外国人惊讶的事情 欢迎观看最短影片 谢谢观看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